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二叔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外贸独立战失败原因汇总的第四点 就是找到了不靠土的合作伙伴 那么我们这个外贸营销的这种第三方的机构呢 是非常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这种代孕营公司 非常多的 这种也是良心不齐的 然后今天二叔就把几个 经常出现的一些大报告给大家提出来 尽可能的去避坑吧 或者是说让你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 第一种常见的 常见的比较坑的一种情况就是 保证营销结果的这种 比如说要保证你 博老池出现在首页也好 或者是说你一定会收到多少询盘也好 这样保证结果的基本上都是空 深不见你的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个人也好 或者是企业也好 甚至是说平台方 就是谷歌本身 或者是说2B平台本身 他们都不能做到这个营销结果的保证 所以如果有人给你保证一些东西的话 多半是一个比较大的坑 可是我喜欢听啊 对这个就是一个小伙伴们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特别喜欢听这样的关系 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话你是有掌控的 这样你是安全的 那实际上我们创业它就没有安全 所以说放约都是比较坎坷的 主要是没有保证的话 我申请不到预算 对这个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嘛 那就是这样一个这样摆个比方吧 如果我真的能够给你保证 你来的寻盘都是500强的大客户 那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跟我合作吗 你是没有的对吧 那比你有钱的人多得去了 对吧 如果我能保证每个寻盘都是纯2B的 都是身家上千万上亿的客户来给我发寻盘 那你觉得我要收多少这个单元的费用才合理呢 那不得收你一个几十几亿 所以的话其实这个问题 只要你是静下心来认真的想象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长点的坑 就是AI AI的话现在是发展的越来越快 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AI它是应用在哪些领域 AI这种技术的话 它的成本是有多高 你们有没有 稍微的去做一下调研 那很多这种建筑公司也好 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代言也好 经常会把这个AI这个概念改出来 然后我仔细去看了一下的话 那大部分就是用一个爬档去 把这些数据给抓出来 就说是AI了 但这个东西跟AI的话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开明 它说它是基于AI技术的 那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它这个AI技术是解决哪个端头的问题 它对AI的框架是什么 而且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说大数据分析的这种 大数据分析的这种人才的话 起码你得给到一个30W的这个年薪 那AI的可能就更高了 那你的你的团队 你的这个代言公司 它请得起这样的人吗 对这个这个问题就很明显吧 肯定就是是假的 第三个问题的话和第二个问题是类似的 动不动就是几百人的技术团队 虽然说你也没看过 你也没办法去证实 可能你就 我说你的这个整个项目就几万十几万 但是人家有几百人的技术团队要给你服务 你想过这个问题 几百人的技术团队就是程序员吧 就是两年左右经验的程序员的话 第二数字强度程序员的经验来看的话 那就是一万五左右 你想一下这个团队的开销得多到 为了赚你拉点钱 还要养正庞大的团队 他能不能行 你能不能行 所以的话 当你不能够确定 你的这个合作伙伴 就是代言人靠不靠谱的时候 那你就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他这个成本结构这些 其实就很容易就发现一些马脚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在这里吧 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